今天想分享几个听上去有点搞笑的经济定律 也许对理解目前茶余饭后流行的 经济快不行了之类的感言有点帮助 第一个定律叫斯坦恩定律 他说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的事情就一定会停止 一个不停往嘴里塞饺子的人一定会停止 比特币的价格不可能涨到无限大 价格上涨一定会停止 08年次贷危机可以理解为 美国人不停借钱消费的习惯遇到了斯坦恩法则 美国遇到问题等于中国出口的市场遇到问题 于是我们的经济发展重心偏向投资 在这个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新时代 也有一条定律叫不管多有钱的投资人 从来不花自己的钱 换句话说专业的投资机构 钱都是不同形式借来的 其余的同称为韭菜 很少人会注意经济引擎从出口到投资的转变 意味着中国人从以前拼在工厂里比墨西哥人更任劳任怨 转型到了在投资市场上 要比日本人比美国人更会投资 就算我没有见过一两个中国投资人 这样的转型听上去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事情 不过投资质量怎么样是后话 眼下是钱借到了花出去了爽了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收集的统计数字 中国的企业和政府债务过去十年翻了一番 达到GDP的250% 换句话说一个年收入20万的人欠下一笔50万的外债去做生意 如果这些借来的钱投出去不能带来满意的回报 那债务的累积就必须停止 停止是破产的签词 最后一个要分享的是 吕蒂格多恩布什定律 他说危机到来的时间比你想象的要长 但他发生的速度比你想象的要快 这里面可能有很复杂的心理因素或者数学原理 不过他始终让我想到这样的一个电影片段 多久不过他 不过他 企业分手 更快 不过他 特别 放松 不过他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at忍者ATM